陳雲 莊園生 建國神話 回到第二節 上節就講了小人國 下節就去到大人國 大人國有什麼文獻記載呢? 又是回到山海經 又是山海經 最早就是這樣 在山海經裡面 文獻七 有幾段關於大人的記載 在海外東經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 左而削船 這個削船是否削了船? 這個削船呢 譬如很多時候 尤其是在很多網絡資料裡面說 因為一些人可能是根據聯想 大人一定很重 船就會沉下去 船就會削了下去 其實根據原先的意思是不是的 削船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操作的船 就是在那裡爬船 另外就是製作船 真的坐在那裡找斧頭 或者鑿 鑿骨 鑿骨 內籠 可以給大家證實一下 圖四 這個比較暗 這個比較暗 這個清的邊裔圖 你看到 這個有一個人 看畫面就未必知道 看得到 他是一個巨人 拿著一把刀 就在那裡 剛才角師說 削那個內籠 不過他也有一些刻意 畫到 跟一棵樹一半高 不知道 也想突現他也是一個巨人 這個從圖來解釋 那個文獻的削船 不是太重 船就削了沉下去 是這樣的意思 另外就是山海經的文獻 有人名約大人 有大人之國離聖 鼠食 即是聖離聖 吃一些五谷 像小米 另外一個比較詳細的 東海之外 大方之中 有山名約大熱 日月所出 有波谷山者 有大人之國 有大人之史 名約大人之堂 有大人遵其上 將其相秘 這個比較具體 形容真的有大人之國 還有他們有史集 他們開會的地方 叫大人之堂 看到有一個人 蹲在那裡 張開兩個鼻子 純粹是一個寫實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是記載 像大立人一樣坐 山就叫大炎 日月都在山上出 當然有其他記載 日月在東邊扶桑出 屬故事有很多東西 互相衝突 我們看到這個山海經歷記載 比較簡單 是否真的有這個大人國的存在 給大家看看 又找到證據 又找到證據 跟近代的考古法國有關 哪裏呢 新疆的沙漠 有一個巨人的危害 因為不是一大堆的巨人 只有一個 所以難以一概而論 根據那個考古 就在4600年前 可能都跟山海經的年代 差不多 春秋治國 山海經也是記載 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在新疆也很符合 山海經的地方 以前的消息都會傳到中原 在山海經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有很多巨人 痴猶也是巨人 寡婦 寡婦也是巨人 我們最熟悉的一定是 漁公義山 漁公義山 中學有時候讀國文和童話 這段就講到結局 之前漁公這麼悲劇 這麼多的子子孫孫都搞不定 到最後就是 說 帝錦其成 靈跨俄二人 富二山 一套索東 一套雍南 那兩個人 為什麼可以一揹揹兩座山 應該反襯到他一定是巨人 才揹到座山 擺去這兩個地方 是 第一節我們講過 列子裡面有很多神話 神怪 文學 有這樣的想像 剛好 這個史記也有關巨人的記載 比較詳細 去到文獻十 給大家看看 為什麼會跳到文獻九呢 因為文獻九 照這個時代來說 就是 國語的進語 比史記早些 但是 文獻十那個 史記的孔子世家 因為比較詳盡 文字比較好一點 雖然他取材著國語的進語 但內容比較清楚 大家看這段文字就會比較清楚 文字也比較漂亮 請小潔讀讀 史記孔子世家 吳佛月 墮匯溪 得骨折尊 即是說 成家車 運一折骨頭 對 很巨大的骨頭 吳史 以史問眾來 即是問孔子 骨河者最大 眾來若 與智群臣於匯溪山 防風氏後至 與撒兒陸之 其截尊居 此為大矣 即是說 骨頭怎麼才是大 吳國的史記孔子 孔子就說 就是 這個 在防風氏的 他們是群臣約開會 在梅溪山 防風氏後 遲到 大嶼殺了他 將骨頭 放在車上 放在骨頭上的車 最大 吳克就問 吳克若 誰為神 仲離約 山村之神足以江幾天下 其首為神 社則為公喉 皆屬於王者 克若 防風何首 仲離約 汪妄氏之軍手 風雨之山 為尼聖 在余下 相為江網 於周為長澤 今謂之大人 再問下去 克若 人長幾可 仲離約 招搖是三尺 短之智也 長者不過十知 數之極也 於是吳克若 善哉聖人 重點是最後 善哉聖人 即是說 剛才未開咪之前 蕭傑也問過一個問題 孔子不是不說 怪力亂神 對 一說就回答這麼多 都很薄 知識廣薄 我回答蕭傑 因為要表現孔子 入太廟梅士問的精神 所以他經常問 所以他會知道 難得吳克若的使者 不斷問他 誰是神 又問他 剛才說過一個是防風氏 防風氏是誰 防風氏當時下雨治水 因為下雨治水 上次說是大帝國面對的問題 要找很多人來幫忙 其中有一個叫防風氏 他遲了來 遲了來之後 就 觸犯了一個軍紀 被大雨殺了 這個也是一個巨人的悲劇 我們知道大雨出名治水 但原來他有一個得力助手 就是防風氏 防風氏就遲了少少開會 這次大雨又殺了他 相當突然到大雨 好像當拳之後 那個作風都很殘忍 其實這個都 通常一些 面對一些大型的工程 都要有那個 紀律都要很嚴格的 因為你遲到的時候 第二個又遲到 工程就不用做了 這裏又見到大雨治水 這麼大工程 都有一個巨人幫手 就是防風氏 這個都將 我們其實很有趣的 集集去做 其實是 我們有些文獻讀過一次 大雨治水 你以為不會回頭 其實 那一陣子又回頭 見到他 而且另一個角度就是 原來有一個巨人幫手 巨人幫手 又遲到了 殺死了 之前就是那些神龜的幫手 背些禮 然後有一條黃龍 幫他掃走那些水 但是 雖然大雨殺了防風氏 但是民意也是一個衣龜 當時防風氏被殺了之後 相傳有很多其他神子 諸侯為他哭冤 我這麼辛苦跟你去治 只是遲了一段時間 結果 因為中老難犯 大雨就為他立了一個廟 要來祭祀 平息民憤 其實都是一路之下殺了 而且他的後置 可以是遲很久的 以前的人約來等 可能是其餘日中 中午 那些黃昏才到 但以前的路途很遙遠 那時仍是四周水浸 所以應該都是亂發脾氣 雖然巨人 但是到時也會遲到 巨人也會遲到 黃昏才在水浸 對 撞了一棵樹 就暈倒了 遲到 因為遲到 我又想起這個陳勝不說 對 這個 遲王時代 對 遲稍為遲了一點 反正都沒命了 不如造反吧 就是秦朝精力營 他們兩個就去報道 誰不知是下大雨 遲到 遲到就要殺頭 算了 不如繼續關而起 將竹竿削尖 就去造反 反正都會死 我們要看文獻狗 是嗎 這個國語進語 文獻狗 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 剛才《史記》已經將它融匯了 看一看 看一看 意思是一樣 只是它的來源 來源於這個國語的進語 還有孔子世家 也有將其他文獻融匯進去 因為去到漢代 太史公收集了其他東西 或是訪問了孔子後人 寫話打聽 寫的就多了 或者可以去文獻十二 去到張華的博物寺 這裏就有多少少內容 大人國其人印三十六年 即是要說印三十六年才可以 大人國其人印三十六年才可以 生死人 生白頭其而則長大 成白雲而不能走 蓋龍頭去回溪四萬六千里 這個再神化一點 即是要藤雲駕墓 然後去到很遠 因為太重了 不用走 不用走 一個跟到雲就到了 其實都是神仙 這段好像它的避位高 之前我們比教訓 一開始還是住在洞穴的野人 現在 這些就像神仙 一出生 一頭就變白了 即是好像老子出生 其實去一些比較遠古的文獻記載 因為很多時候一些民族英雄 或者始祖都是感印而生 通常都是踩到巨人的腳印 這裏就是特別久才能生出的 因為它一出來就已經很大了 看文獻十三那裏 比較有一個很簡短的記載 講回這個福熙 大跡出雷澤 華衰女之生 這個麥熙 麥熙就是福熙 因為我寫法很多不同 即是說這個福熙的母親 這個華衰氏 他當時怎樣會懷孕 就去到一個雷澤那裏 在一個雷神 一個大的腳印那裏 一下去就感印而生 這個就講回上古很多民族 即是說上古很多民族都是這樣 這個周始祖戲都是這樣 有隻影子飛到懷抱 生了始祖出來 即是這個幾乎 那個神話形式都非常類似 如果踩腳印而生 也是一個巨人的腳印 這個福熙就是華衰的始祖 如果以王朝來說 清朝都有一個巨人 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影片三 這個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清朝的第一巨人 叫做尖細差 差不多有三米高 三米高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兩米八五 這個現代實際的量檔 這段影片大概兩分鐘 其實在網絡 在YouTube那裏 另外有個資料比較詳細 大概九分鐘 資料就說 其實他就 因為很高 外國人來到之後 看到他這麼高的賣點 帶了他去周圍 好像當是馬戲團 周圍去 給外國人看 他們收錢 所以他在外國就很受歡迎 對 賺了很多錢 那些馬戲團以前會帶豬魚 對 豬魚反而好像常見一點 對 那麼高的人就少見一點 對 小一點 因為巨人就好 或者長得高的人不用去馬戲團 對 很多行業可以做 對 即是打籃球 對 即是當皇帝守門口 對 做門衛 對 這個就是清朝 就是第一巨人 外國其實關於巨人的考古 法國都比較多 給大家看一些震撼的圖片 圖伍 然後那些就厲害了 那些是實際的人骨 對 圖伍 不是這個 不要嚇到 這個還是巨人角 這個還是巨人角 圖伍 對 我已經看到了 看到地上的圖片 真的很大 跟那個 考古人的比例 即是 整個人的肚子很大 對 即是三倍 想像是正常人的三倍 圖六 圖第六個章 這個 這個就是震人 這個就是整個人的比例 這個就是傳說 這個科學家 在希臘的小島上 發現了一些巨人的俘虜 後來很多片 都把這些照片放進去 再給大家看圖七 這個就是在印度 這個在印度 這個再大一點 對 這個再大一點 你見是一個巨人 對 對 這個人骨的構造 都相似現在 我們一般人類的頭骨 對 那個人站在那裡 沒有那麼頭 剛才我們看了一個小人 就是15cm一個人 就是那個頭的長度 都拉長了 他又不是 對 對 正常的智力 就是我們那個人種 就是智人的人種 對 這個就是 他身邊還有一些木片 還有一些字 是關於傳說 對 傳說 是跟神有關的 大概應該是印度的傳說 話說 人和人之間太多爭鬥了 於是神就是派這個巨人來到這個世間 就是為了平息這些紛爭的 但是 巨人就是 其實剛才 就是說 巨人就成為這個 人與人之間的橋樑 今早 今早大香港也有說過橋樑 就是香港人很喜歡橋樑 這些巨人都是橋樑來的 就是想化解人與人之間的鬥爭 誰知道 這些橋樑最喜歡出賣 就是 這些橋樑出敗了一個神 於是神是消滅了他們 就覺得現在眼前的下場 就是變成頭骨 可以給圖八 大家看看 都是同一個地方畫出來的 因為這個就是 剛才看到一些圖 可能是假造 這個報紙裡面記載 這個印度當地的一些報紙 記載 裡面那張圖 跟剛才那張圖 就是一樣的 這個也未算進行 給圖九大家看看 嘩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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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人的頭的比例 已經是一個人的四、五倍體積 你就覺得這個頭很可怕 這個根據泰國的當地旅行報道 旅行報道是一份雜誌 在2005年6月2日的報道 就說當時印度洋的海嘯 將這個古巨人 就將它在本來海床上 將它衝上去泰國的PP PP道 是一個旅遊聖地 我們經常聽到的 將它衝上去 然後有些不同地方的考古專家 就去當地挖掘 這張照片也說是在網絡上流傳的 看到這個就正面了 資料就說它是3.1米高 其實它的頭部真的很大 應該沒有它是3.1米這麼矮的 應該是4米高 應該是4米高 對 裝不到那麼多 一個人的頭骨也比一個人高 對 剛才我們看到一些相片片段 網上也會將很多不同的相片片段 組合成一段片給大家看 這個影片4 給大家看 外國就很多 反而中國就 法國 你剛才說 蕭錦那個專門辦的外族 那些苗族 是苗疆那些 派過大歷史 過來跟漢人打 那些 一個人出現 那些武藍高手就害怕 因為被摔倒 對 如果說到巨人 近年比較有名的 或者大家注意到 日本有一個卡通 或者叫動畫 進擊之巨人 對 進擊之巨人 更加大 對 更加大 當然這個會引起很多 文學或者文化的想像 就是一些文化的入侵 就像一個巨人 但是 亦都有人在日本 就發現了 真是有巨人 巨人 那個鞋骨 給大家看 第五條片 大家看一下 看看這個巨人 是否真的認識人 對 因為原著動畫裡面 那個巨人是認識人的 對 第五條片 將所有人類 就趕在一個城牆裡面 對 那些人就不敢出去 覺得巨人 那些巨人 這個神話的脆弱 一開始我們就說 因為有了巨人 也好 小人也好 那你就可以 反而找到自己的對比定位 但是你一發現 有真的人 就不可以 真的人 就威脅到你 比自己 比自己的先民 先住民 顯然自己 就不是他的後代 然後就糟了 你那個佔有地 那個合法性 就成為了一個懷疑 所以就急急 就把它掩埋了 就是偷了 對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時間再見 好 看看今次那個 《月宮貨金》的巨人 看看吧 多謝各位 一直都 學國師上次說得衝動的支持 還有這些《月宮貨金》 冷靜的支持 這個就是 詩水長流 對 兩種都很重要 文化節目 所以這樣 一個寫《國民盾劍》 就是用以前的本土政綱 對 那麼大家 大家就不要浪費了 無論是你衝動 即時課金也好 或者是月宮課金也好 都可以建議一下 我們講什麼題目 可以留言 可以怎麼說 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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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那個時節 就是之前所說過 有人說過 不如說說這個煉丹 我們都想了一次說 上次都有個網友說 最近經常浸水 不如說一下天候 因為天候 我們發現到 好像在沿海的天候廟都被水浸了 而且連續浸了兩次 兩個颱風來都被水浸 在管地廟宇的那個女士 都覺得很無奈 對 我看到一個有位 暫時未想到 想到再說 你快點改吧 很多次都是這樣 我看著你 對 怎麼唱 怎麼唱 好 《律己求真香港建國》 這個好 好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